花东海岸台11线 经过61公里处的拉外的店 是由阿美族原住民拉外所开的店 我本身拉外 对啊 我的名字 拉外古拉斯 应该我的名字是这样 利用几个漂流木做成了桌椅 坐在拉外手工亲自做的椅子上 向外看去既是海岸 拉外的店厨房就在店门口 门口可以看得到是个火炉 火炉里寻着烤鱼 统植鸡 野菜鸡汤 鱼童火锅 想吃青菜就到后面的菜园里 拔着拉外妈妈细心种植的有机蔬菜 现彩现煮 美味又养生 炉上的鸡汤鱼汤 是拉外用原住民最传统的美食喷煮 月桃叶加上茄冬树 焖烤的烤鸡 手拔鸡因为它的养生 这完全是用树叶跟那个门的 用月桃跟用那个 葡萄月 下去门随时也养生 对 鸡肉的鲜嫩多汁 还带点淡淡的月桃香 别处可是吃不到的 烤鱼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 这边的鲑鱼是特色 这个烤鱑鱼 然后原本是用那个凤梨 它底下是叶桃嘛 然后下去闷的 用凤梨它的作用是怎么样 因为它是半蒸 因为凤梨它烤了以后 就会粘到这个 对于这边 它味道会比较好 加入了洋葱以及凤梨 将鱼肉的鲜甜度 再度的提升 鱼头火锅 然后我们这个鱼头的话 是现烤的 然后就 现煮 现煮 对 现煮现煮 烤过的鱼头 加入自重的树桂叶 木草 山苏等陶煮 不用加盐 都相当的美味哦 鸡汤 然后鸡肉的话 它本身有吃葱跟甘蔗 还有山苏 它吃起来的味道 原本山苏都会加一点点鲜 因为它本身长的话 因为我煮底下那一根 它会比较稍微一点点的鲜 那山苏的味道是这样子 它有浓厚的味道 赤葱 白甘蔗 山苏等 熬煮了两个小时的汤底 提味养生 拉外还特制了辣椒酱 沾鸡肉 鱼肉 原本我是拿辣椒 辣椒加一点这个鱼汤 沾一下 特殊且美味的 阿美族传统美食 只有来到拉外的厨房 才吃得到哦 阿美族伴俊